你覺得LPL跟LMS差別最大的地方在哪裡呢? 嗯,LPL的話我覺得整體的水平跟競爭力比較高很多 是選手上面有差別嗎? 選手、教練、後勤其實都有差 就是LPL自己本身的話可能就是競爭力高很多 因為他們的壓力也大 LPL的話其實大部分的隊伍都會有三個或更多的教練 那教練本身的話對自己隊伍跟自己的要求也高很多吧 這三個賽區的差距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? 三個賽區平均水平的話我覺得前兩名縮小 但如果是強隊的話我覺得是全部都整體縮小吧 這一次重新在洲際賽於是電郎重逢的感覺怎麼樣呢? 非常開心因為我很久沒遇到他們 他們有去M3然後我那時候沒有 所以這算是就是蠻開心能夠在比賽 我也我晚上也都會找他們聊天還幹嘛 你覺得閃電有什麼樣的改變呢? 嗯,我覺得他們比去年更全面很多 然後每個人的個人實力跟整體戰術都比去年好很多很多 那你覺得其中進步最多的選手是哪一位呢? 嗯,進步最多的選手我覺得應該是被提拔 因為他今年的話他就絕對我覺得是世界前三的ADC等級 你覺得現在LMS的狀況如何? 嗯,我覺得LMS的狀況其實就蠻像這次中繼賽的結果吧 你是說差距很大嗎? 嗯 你覺得今年夏季賽的冠軍是誰?黑馬隊伍又是哪一隊呢? 夏季賽冠軍閃電腦 嗯 那如果真有黑馬的話 我覺得MAD的機率可能高一點點 怎麼說?怎麼這麼看好MAD? 我覺得其他隊 都不太想黑馬 會不會特別想念台灣呢? 嗯,其實我覺得就只有放假的時候 因為我在上海沒有太多認識的人嘛 那食物我覺得上海的食物比台中好適合 有LMS有很多粉絲都還在繼續關注你 就是還在繼續關注你 那有對LMS的粉絲有什麼話要說的呢? 嗯,就謝謝大家持續的還在關注你嘛 對 那接下來的話我會激勸你 因為想辦法進世界賽 謝謝 謝謝